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星期我收到IPSA最新推出的粉底 就說有AI膚質調控技術智能偵測膚質 聽起來好像很神奇 我自己很有興趣 然後也有觀眾朋友想我拍片分享 所以就促成了今天這個粉底測試一天片 看看今天的素顏情況 依然都是很大的黑眼圈眼袋 然後有一點膚色不均勻 還有臉盒這個位置會比較薄 有些微絲血管 去到很近鏡的時候毛孔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IPSA全新智能粉底 水感圓透光粉底液 他的包裝就是上面一個鏡面 下面是磨砂玻璃瓶 頗有質感 但是一打開出來 我沒想到他是膠的 挺可愛的 有個反叉紋 然後我手上是103號色 是一個健康小物色 他的質地在柔質和奶油之間 然後應該是可以自己設定 他有SPF25PA兩個加 正常情況下 我都會用一個防曬打底 一樣點開他 然後就拍 我用了這半邊面 我用普通水濕了一個美妝蛋 然後 拍開他 初步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給大家看看這半邊面的分別 遮瑕度我覺得是中等的 遮了四成黑眼圈左右 不過這個粉底不要用它剛剛噴出來的顏色去買 等它一會和你的皮膚融合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自然一點 你看到分別都很大 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 現在我再用這個去上另一半邊面 但是挺搞笑的 它在我的手上變了這個顏色 在我的臉上也沒有變成這樣 一樣都是這樣拍開它 也試一下眼底再放多一層 看看黑眼圈可不可以遮蓋多一點 好像也不行 我還是要加遮瑕膏 它不是霧面也不是水光機 奶油機油光那種 它是好像日本雜誌天生很好皮膚 透了一個很健康很自然的光澤感出來 然後遮瑕度跟剛才所說一樣 我也是覺得中等的 我的黑眼圈還看到 但是一些細微的瑕疵 它是遮到大約七八成左右 所以看看有沒有需要再加其他遮瑕膏 這個水感圓透光粉底液 是以零毛孔光循環技術和調光水潤配方 隱沒顯眼毛孔和提亮暗牙不均的膚色 更加入全身抗藍光技術 防止肌膚老化暗沉 配合AI膚質調控 無論是乾燥機或者偏油機 都可以做到透滑親膚妝效 綻放水感圓透光機 既然它提及過毛孔這件事 就讓大家近鏡再看多一次 現在有沒有那種隱沒顯眼毛孔的感覺 這個距離跟剛才應該差不多 我放一個before在旁邊 大家可以做一個對比 我先用一張紙巾試試看 它是掉出來的 不是很黏的那種 但也不是超級清爽那種 在紙巾上面有少少額頭會脫出來 但面盒的位置其實它已經設定好了 它已經不會有這個 應該是我的額頭出了點汗 再來就是測試它有沒有手掌印 沒事的都是安全過關 妝就化好了 這邊我是有上碎粉的 摸下去是很清爽的 有種粉霧粉霧的感覺 然後這邊什麼都沒有塗 它不可以說是黏的 但是也沒有了那種有層粉在上面 完全清爽 是會覺得自己有塗過的 不過是很輕很輕的感覺 然後沒有用到任何的胭脂 沒有任何的打量 現在的時間就是12點45分 現在氣溫是29點6度 相對濕到90% 又是一個潮濕的日子 暫定測試8個小時 去到今晚9點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吃東西 好了我們出發了好嗎 OK 不用了 謝謝 謝謝 我們去了上環吃壽司了 這一間我都在IT分享過的 現在時間就是接近兩點鐘 我不是打算粉底有什麼變化 純粹給大家看一下 我脫了口罩之後 口罩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粉底好像沒怎麼脫過 上面這裡應該是唇膏 嘩 有激進的小狗 你會不會污到太低 你用盡了你的奶力 是不是 都沒有你的粉 Choppa 是不是吃壽司 喂 你開心點 都沒有粉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吃完的時間是兩點半 讓大家看看粉底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們坐在室外 都坐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所以應該都可以看一下它少少的持久度 然後鼻翼的位置 不算很完美 但也未去到很差 現在我們就去IFC 然後搭船進長洲 待會再跟大家更新 現在時間是4點28分 我們剛剛終於回到家了 很想告訴大家 我很熱 看到全部都是汗嗎 口罩是有粉底的 兩邊情況差不多 即是說有用麥粉和沒有用麥粉的分別 不算很大 焗著口罩的部分全部都是汗 然後我在鏡頭看 應該是有浮粉的 我先印一印它 好濕 它印了少少的粉底出來 然後額頭這裡 這裡反而沒有粉底 你看到它主要是汗 鼻翼的位置 我覺得鼻翼的泛紅和粗燥感都出來了 然後臉的情況沒有溶到一塊塊 但是我發現沒有之前那麼完整的妝效 時間來到6點半 又跟大家更新一下了 這兩個小時我都留在家裡 有冷氣的 然後我覺得它在室內的表現 比室外是更加好的 因為它乾爽了 我連這邊的臉 現在摸下去 完全沒有剛才那種 還有塗過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然後我有仔細用鏡子看過一下 額頭這裡 因為戴著帽子的關係 其實上面脫了 但是我看過自己的CAT帽 它又沒有太多粉底 這件事很搞笑 究竟它脫了在哪裡 我喜歡它在冷氣底下不會很乾 因為眼底下了遮瑕膏的地方 明顯是乾過臉 但是它在這裡發令紋 就有少少顯了出來 然後有上碎粉的這邊 我覺得鼻翼位這裡很明顯 有條白色的痕 但是我摸的話 它摸不摸得走 好像也是差不多 而在修飾毛孔方面 我覺得它在室內的表現 比室外好很多 因為剛才在室外 我差點覺得自己的毛孔要出來 但是這兩個小時 我什麼都沒有搞過 沒有補妝 沒有去碰過臉 它又無緣無故 好像修飾了 現在我們要出去吃晚飯 然後要去鄰居家裡幫忙餵狗 剛剛收到一個任務 八點鐘要去餵狗 嘩 嘩 都還沒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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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lama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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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效果是有差的 現在應該沒有這個情況 我擠一點點 上去看看有沒有變得很暗沉 我用在這邊面 因為這裡我沒有上過任何碎粉 我這裡拍開之後 你看到有分別的 這裡是剛剛上粉底 但是分別真的不大 我在鏡頭再看看 OK的 是提亮一點 但是不會說這邊橙了 暗了 這個粉底 我看它的簡介都沒有標明是持久度的 不是抗汗抗油那種 它主打是有保濕精華 眉狼注滿粉底液 可以釋放大量水分精華 然後是遮毛孔抗藍光 和AI技術 是乾肌和偏油肌都可以做到的 它會根據你的膚質去調整它的水油平衡 我不太肯定 但是今天用下 天氣都算是滿熱 算是潮濕 還有我都出入入冷氣的地方 它是令我有信心的 我之後應該都會繼續用 上次我有想過會不會拍這條影片的時候炒車 但是竟然沒事 先說一次 我是乾肌 輕熟肌 三十多歲的皮膚 不會太出油 但是夏天的時候 我自己都可能會容易乾到扯乾 或者有時候個人慢慢緊 今天都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如果下次我再有什麼新的粉底 你在IG看到 都可以告訴我 想我拍這類型的實測影片 多人說我就會開機拍的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色是綠鏡頭生 還有色型的 就12點 吃螺絲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